欢迎收看长青台2月12号的新闻快讯 我们来看国内新闻 最近一直炮轰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 独裁的人民公正党巴扬巴鲁国会议员在林 今天宣布布满林冠英而辞去所有党职和退党 即日起以独立人士国会议员身份继续服务选民 在林今天在公正党前总秘书沙利胡丁 公正党巴扬巴鲁区部大会议长伊斯迈穆哈默阿里的陪同下 在雪州召开记者会宣布上述决定 他在宣读退党的文告时 不断把他退党原因的矛头指向林冠英 指后者沙文主义、独裁和共产主义 并声称在林冠英的领导下 马来人会日益被边缘化及受打压 在林也指责林冠英滥用权力和地位 为了指示要达到他们狭隘的政治观和不怀好意的议程 在林说他加入人民公正党 因为他坚信该党的政治改革是真诚的 以及将在不牺牲宗教、人民和公平的原则 以负责任何开明的态度之下实现 可是在林冠英的领导之下 新的中道马来西亚取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证明林冠英含有狭隘的种族议程 马来回教徒将日益被边缘化和受打压 在林举例 最近的回教议捐中心的操作也受到影响 被行动党政治化 他声称 本身在能力范围内能寻求尽力表现 但他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及意见都不受到重视 他说 因不想让新一代把他视为摧毁国家、民族和宗教的一伙人 因此他宣布辞去 所有党实和退出人民公正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